海軍誤射雄三飛彈 一天之內連開三場記者會 全國大眾表達 我沒有盡到我的責任 我會繼續教訓 我要把海軍再重整 海軍司令上將黃曙光 親上火線鞠躬 也自行處分 記過一次 公布第一波懲處名單 艦直部指揮官蕭桂敏 136艦隊長胡志正都記過兩次 艦長兵器長記大過一次 市官長與中士高家駿 記兩大過 由飛彈中士高家駿 實施雄中三型飛彈的一個測試 由於未按照程序實施測試 而且沒有幹部在場督導 測試結束後 立即進入發射程序 用誤選作戰模式 以及裝彈攻擊模式 整個過程責任推給一名中士 其他軍官在哪裡 艦長在船上 那當時艦長在做什麼呢 艦長當時在資新會議 就是起航前的會議 你們現在似乎聽起來 責任都是往高原的身上推了 這件事情我必須講一個 所有的幹部 負責這一次所有的責任 並沒有說要推到高原身上 民眾拍下的雄丹發射瞬間 常常一條濃煙化過天空 不只民眾嚇傻了 出去的時候那些軍官們都知道嗎 他的長官們來不及了 那個時候他們還有些人在觀念 還在看東西 結果蹦一聲出去 那時候才知道飛彈出去了 飛彈都出去了 長官才知道 航母殺手要發射 SOP相當複雜 整個責任竟然指向 都是一名中士的錯 實在讓人難以置信 記者程序 常用無聞 S小組高雄台北報導